她講這個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她的意思是說 那個女生的目的是要她的身體 是嗎 是這樣嗎 要說那個沒有身體她才不會介意 所以她是出來炫耀的是不是 沒有 那女生用的招比較爛 平常都把東西丟到她腿旁邊 哎呀 我來解 我來解 對不對 Jek的意思是說 一開始都說我沒有要當女朋友 我只要當女朋友 但到最後 她就是要當她的女朋友 對啊 就是用肉體來破她身上 就是目的就是有目的的就對了 四季連沒有這種問題 你沒有壓力 真的 好好享受這個時光 享受 傑克你下次出去玩 你可以找我跟Jeson 沒錯 我們當你的翅膀 好像大叔喔 我們就坐你旁邊 那傑克是後來是怎麼樣發現 他是有目的的 對對對 Always touch 對 他也不喜歡被碰嘛 他有講過 我也不喜歡 對 可是傑克講這個故事 你就覺得好合理 對不對 就好合理 很合理啊 如果杜力講就不合理對不對 就很骯髒 也很合理對不對 你一定很開心啊 你怎麼可能不能接受 我還好 我比較單純一點 不好意思 你去那邊坐 你去 快點 去那邊坐 去 去 快 他最喜歡孕婦的喔 趕快 那我可以碰你嗎 可以 不可以 我只喜歡高跟帥的 我只喜歡高跟帥的 我就過去啦 噴 噴 噴 我們男生的一輪猛攻 你們女孩子還有話講嗎 我覺得男生的目的更奇怪好不好 我以前有認識一個男生啊 他就 明明也是當朋友 然後他就說 我有一個 怎麼自己的妹妹開了一個服飾店 然後我們去他們店裡面捧場 然後我就跟他去啊 想說去買衣服 順便去看一下 然後買一買 他就說 欸 你今天要買這些車我付 我幫你付 我說不用啊 我自己付就好 我有錢 然後他就說 不用不用 這是我自己乾妹妹的店 我要捧場 就是 我幫你付這些錢 然後我說 不要吧 這樣子不好意思 因為 我跟你又不是男女朋友 然後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 就是我是要捧他的場 然後 他賣女裝 我也沒辦法穿 就送給你這樣子 好吧 既然他這樣 這麼的大方 我就讓他買單 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是有目的的 買完之後他就說 欸 我們去哪裡 去哪裡啊 就開始講話有一些 就是 你知道 暗示嗎 對 暗示之類的 巧鬥 對 然後呢 就說 欸 那 不然 買這麼多衣服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啊 好噁喔 對 去哪裡試 去哪裡試 我還問他 我都還不問他 去哪裡試 好 來 這邊就可以試 我幫你擋著 到角落 好 我也有 就是這樣子的 很奇怪噁心 就是有一個男生很喜歡 追求的時候就說 我以前的女朋友都是 我都會送他名牌包 那你應該也喜歡吧 我說喔 我不需要你送 就我要我就自己買 我不喜歡拿別人送的東西 尤其又不是男朋友 他說我跟你說 我只要生日的時候 我一定都送女生十幾萬的包 把他就一直重複講 然後他就覺得 這男生怎麼這樣 然後我們就又 相處了一陣子之後 到他生日 他就說 那你是不是應該送我點什麼 我都會送你好的 我說 我沒有收過你送的 我也不需要 他說 他的意思是說 要我也要送一樣 本質 回禮 你有收過他的禮物嗎 因為他生日先到啊 你照爛喔 你照爛喔 我以為我碰的咖都蠻瞎的 你碰的咖比我還瞎 對啊 然後所以我說 男生也是會有這樣的目的 他是故意想要 拿到你的東西 他還要裝得很闊 那我問一下各國的型男 你們出去的時候 會幫女朋友付錢 或是幫女人付錢嗎 會的情舉圈 不會的情舉差 唉唷 阿里哥是一直在笑什麼 因為我覺得在 呃 中國人的文化就是不一樣 男生都會去搶 要付錢 然後在美國 我長大的地方 女生會跟你搶 一定要付他的那一部分 對 他一定不要讓你付他的那一部分 一定是Dutch 一定是一半 或者是我們四個人 他就是要付二分 四分之一 五個人他就是要付五分之一 所以真的會連一塊也要算嗎 呃 有些女生會蠻堅持的 因為他就是不要占你便宜 他覺得你 他欠你一塊 他就是 他不只是欠你一塊 他是欠你一個Favor 人情 一個人情 所以 因為我碰到很多女生在美國 你去幫他搶要付 他不但會說NO 他會生氣 譬如說我請女生去約會 去看一個電影 那種大學的時候 我請她 我去猜幾塊錢 然後我要付 她說NO 我一定要付我的票 你付你的票 我要付我的票 這個餐 我要付我的一半 他跟你講 就是說 我跟你來 這是我們來看電影 對 那以後 我有沒有跟你在一起 是因為我喜不喜歡你 不是因為你有 幫我買這張票 有沒有請過 我會講得很清楚 那有時候你會覺得 為什麼要這麼硬 分那麼清楚 他就是要跟你講得很清楚 對 那在亞洲這邊是 常常我們去吃飯 買單喝酒的時候 單一來女生一票都 突然全部都去上洗手間 對 這太... 可以用莫荒而逃 我也遇過我去 然後男生沒付錢的 就是 我們大家出去唱歌什麼的 然後男生都會在一開始說 這一次我們 譬如說四個男生 女生 share就好 你們女生不用付 然後就也是很 很凱的樣子說 我付我付 結果到要付錢的時候 每個都裝罪 就是說 沒帶卡 沒帶錢包 最後是我們五六個 女生 share 那一次唱歌的費用 所以是人的問題 我覺得是有可能 對 不見得是 我認為 還是比較多的男生在付錢 小楊哥你不覺得 大家都舉圈都很合理 是 賈斯汀超級不合理 他連吃三明知道 跟對方說收錢 他居然舉圈耶 對 舉圈耶 你什麼時候幫對方付過錢啊 沒有 通常我可以 go Dutch 我就go Dutch 但是有時候 像之前有一個女生 我們出去吃燒烤 然後要買單的時候 她逼我快到那邊去 她自己付了 然後再來就男生 女生付那麼多錢 就當然沒有面子啊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那你怎麼辦 到最歐說 好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喝個飲料好不好 然後我們去 我就找到一個 比較貴一點的一個飲料店 然後喝東西的時候 就請她喝 就請回去 你請過最貴的是多少錢 就是那一杯飲料吧 兩杯八十 加二杯 加大杯 一百塊 之前 之前 一個親人節的時候 有 我跟一個女生 那時候很小一個女生 我們去 巴黎 那邊 某個餐廳 巴黎 不是巴黎 巴黎 你說淡水對面的巴黎 不是 你說好多 你好浪漫喔 不是那個倫敦對面的巴黎 不是巴黎 不是法國那邊 怎麼解釋完 有夢睡的感覺 然後 因為他說 他那邊有一個朋友在唱歌 所以我們進去 然後吃東西 會有打折很便宜什麼的 然後我們 那個朋友在唱歌 吃得很開心啊 你知道 結帳的時候 多少錢 四千塊 四千塊 我一個月六千塊 就可以過神火耶 對 對 所以我就過不了 對啦 對啦 他一直 欸 師友 你那個會不會吃完 吃完再給我好不好 那個薯條好不好 你吃 你吃太多了 薯條給我 你看多瘦了 你變胖了 多給我一點 對啊 很辛苦那個月 那四千塊 他會真的逼死一條英雄好漢 對不對 蛤 我覺得真的看人 對年輕學生 那是很多啊 我真的 我後來出道 我真的 我請的課 我覺得錢櫃都可以買一根柱子了 到兩根柱子 就是每一次 但是我只要出去然後 要到買單的時候 就真的所有人都不見 我每一次 買單都一兩萬耶 姐 我要講 姐 你真的太大方了 因為我跟我們一起拍好幾檔戲 然後呢 姐每一次都是 最不好意思那個人 所以他會先掏卡 這次我請 可是沒有人讓你請啊 可是他們都 因為他們是演最大的 最大的通常不會 對 對啦 這跟戲份有關 就演姐姐真的好意思 對 不可能讓小弟弟小妹妹付 假如你是跟這種劇組在一起 你是最大的 或是你是主角 他就是第一女主角 不可能小的站出來 沒有 有可能是一種習慣啦 比如說後來的人 他會說 對後來的人想說 欸我來可以點東西嗎 可以啊 六月會付喔 不好意思 那個有一點 可以開酒嗎 可以啊